一句話憑華山分屍惹爭議 死者復告柯文哲結果出爐 四方以前就說他們是恐怖情人關係的 我覺得他有點失業 因為一句恐怖情人讓柯皮哀告 結果是 不要同意心 態度非常的輕 隨意評論 那個死者跟凶手是情依 恐怖情依關係 整起事件起因於射箭教練陳柏謙 去年在華山大草原性侵殺害高姓女學員 結果柯皮被媒體問及此事 提到恐怖情人 死者父親認為死者和陳柏謙 根本不是情依關係 怒告柯皮涉嫌侮辱死者 那個是事件 不過兩個事件被湊在一起不太一樣 可是你當時原文就是說這個 我沒有在講這個 檢察官勘驗柯文哲受訪畫面 發現他的評論重點是說情殺難預防 並非直接說兩人是情依 因此將他不起訴 東新聞台北報導